民进党立委黄国书昨天在脸书坦诚 自己曾在学生时代被迫担任国民党宪明 进行监控工作 之后也做出了三退宣誓 包含是退出了民进党 退出党团运作 以及不争取连任 但即便如此派系斗争的传言甚嚣尘上 包含是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 他就说了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坚持不受诱惑 而有的人却被吸收 对于黄国书说自己是被迫 似乎相当不迟 周一平日黄国书没有来到立法院 国会办公室只有助理们在里面 或许跟前一天在脸书坦诚 自己曾被迫协助情治单位 做政治征搜有关系 只是在黄国书宣布三退之后 有传言指出是民进党内的新潮流 派系纷争 就连跟黄国书同属新潮流的立委郭国文 中嘉宾态度都很保留 有党籍立委为黄国书送暖 但民进党前秘书长卢文佳就在脸书写下 为什么有人选择对抗强权 有人坚持不受诱惑 有人成为党国知心部件 被迫可以当作台阶 但不能作为历史事实 对黄国书被迫一说不以为然 因为根据处长会委托学界研究报告指出 国民党情治单位在1980年代 曾在全国部件超过三万名宪民 其中受监督者不计其数 新任立委范云就是其一 谈起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只是黄国书过去宪民身份 被揭露有人说是转型正义 第一步也有人说是党内清算 第一人但就怕稍有不慎 就变成另类的猎物行动 华市青红叶峰海张正杰台北报道